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不到了 我太想睡觉了 别睡 你千万不能睡晓龙啊 你一定不能睡 我现在 就好像 浑身被火烧一样 有痛 我 有声 你别睡 你千万别睡 你不能睡啊 刚刚填上什么东西 龙儿 龙儿 你别醒了 哪儿摔的声音 龙儿 你别死啊 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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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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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死啊 撑住 我去看看能不能爬上去给你找水 灵兽 又是一只灵兽 我得赶紧去跟李少爷睡 水的力量 再一点点消失 我真的要死在这儿了 水的力量 我都没有在家里 我不想想 Assassin 我都没想到你了 我都没想到我啊 我都没想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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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想到我了 我都没想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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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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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不是我主动抱的你啊 是你自己扑进我怀里来的 你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说这些了 咱们得想办法赶紧出去 你看到灵兽了 真的 真的 他现在正困在枯井里 肯定跑不掉的 枯井 那不是当年祖先用来囚禁灵兽的吗 走走走 带我看看去 李少爷 快点快 快点 李少爷 在哪儿啊 灵兽就在井里 在那儿 怎么样 李少爷 你看他的尾巴 我说得没错吧 大勇啊 啥呢 小的不敢 那为什么 尾巴我没有看到 我只看到 井底有泥巴呢 真没有啊 不可能啊 我刚才明明就看到了 好大勇 你平心而乱 我平时对你怎么样 李少爷 这还用说吗 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总是要捉弄我 捉弄我 不是啊 李少爷 我刚刚真的看见了 真的 可我现在没看到啊 来来来 你给我解释 解释 解释你 你解释给我看 解释 对了 我刚刚看见他身边有个年轻的小伙 估计 是被那个小伙给带走了 年轻的小伙 是那个 灵溪 应该是他 对 就是他 灵溪 肯定就是那个会施法的姑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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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儿姑娘 我看你一见到水 就异常地兴奋 感觉好像从小 是在水里长大的一样 那你真猜错了 神医山哪有这么多水啊 我说感觉好像 又没说真的是 好吧好吧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怎么样 身体感觉好多了吗 何止是好多了 就像重获新生一样 这么夸张 那看来你是真的好多了 你干吗这么盯着我 我 我 就是觉得你笑起来还挺好看的 胡说八道 我是很 很英俊 灵溪 刚才谢谢你了 要不是有你在 我可能就小命不保了 别这么说 也是因为你的法术 我们才能逃出来的 不是 那不还是得多亏你 给我水的力 灵溪 你想什么呢 我没想什么呀 那你干嘛不敢看我 我就是在想 你刚刚在井底说的那些话 我已经答应了零儿姑娘 要照顾她 而且她现在又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 我不能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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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什么呢 你 你 再接着说我鸡皮疙瘩都掉一地了 我 我刚才肯定是被太阳晒晕了 我才说那些胡话的 胡话 啊什么 当然了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怎么可能喜欢你 我还用得着往脸上贴金吗 刚刚你还说我笑起来很好看 我刚才说的是刚才说的 我刚才说是因为 我看你救了我一命 我看在这个面子上我给你 我才那么说的 我随便说说你随便听就好了 好吧 那我们以后还是好哥们 有你这么对女生的吗 我们是好姐们 你 好 谁是好姐们 你在这儿好姐们 你全家都是好姐们 谁全 安妮 你说我想起我三姐了 咱们得赶紧找凌儿姑娘讨药去 走 都小心一点儿 好姐 属下在 看到这些虾兵蟹将如此卖力 本王真对你刮目相看啊 属下不敢鞠躬 这些都是暗黑使者的功务 怎么说 这些将士都是之前在 丑宰相的压榨下夜不能寐 所以导致修建断龙台之事 难以假观进度 但是 暗黑使者之前提出了一件事 在遵循轮班制的基础上 每天空闲一个小时 一是可以让修建断龙台 加以沉淀 二是 可以让将士们得以休息 所以大家伙干起来 才更有干劲 暗黑使者真是大不一样了 多谢女王陛下谬赞 这都是女王陛下指导永方 不过这段龙台还缺一些细节 不如将这地图交于手下保管 也保女王陛下无虑 不过这段龙台 施者大人 很好 本来本王命你 去监管断龙台 是对你的惩罚 没想到你完成得如此之好 真是本王的好盲选呀 都是女王陛下指导永方 汪汪 汪汪汪 汪汪汪 大太子殿下 这几天真是委屈你了 没关系的 我只有委屈求全 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 那你把端龙台的图纸 交给了暗黑 不会有什么事吧 没事的 我给她的是假图纸 假的 我在制造端龙台的时候 已经设置好了机关 图纸上是没有的 机关 什么机关 蛇姬之前在东海 设置过防护结界 我现在想设法 将端龙台和防护结界 关联起来 让他们之间互相牵制 只是我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大太子殿下 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 你一定可以的 谢谢你 水精灵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信任的 现在珠燕已经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了 只是有一个所谓的禁区 就连他也不知道是什么 禁区 从朱燕那里能得知的情况也就这么多了 我们要想找到银水令牌的下落 恐怕还是要从火琉璃身上下手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你想办法去接近白泽和青鸾 从他们那里 打探到所谓石墨和禁区的消息 我也会从朱燕那里 争取到看守神异山出口的机会 到时候我便下山查探一番 也好和你理应外合 站住了 站住了 林楚飞 你 你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还有脸问我干什么 你和我签了这么久的契约 干过一天真正的活吗 你 还我的债 说话就说话 指什么指啊 有你这样的吗 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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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奖过奖 我李楚飞 不是一个不通行打理的人 你欠我的债 可以一笔勾销 但是呢 要跟我做一笔交椅 交椅 是 解药终于练好了 只要楚哥哥服下 就再也不受穷奇之毒的困扰 接下来 我就要学习知所林步了 日后 说不定楚哥哥还会娶我 这样 我就能一辈子待在楚哥哥身边了 你开什么玩笑 你要我 答应你任何条件都可以 但是龙儿姑娘 我是绝对不会交给你的 任何条件 你能够我织锁林布吗 喝多了吧你 能不能好好说话 不就是织锁林布吗 我留下来 把林儿姑娘削出来 那你就先把锁林布 给我织出来 再给我谈条件 锁林布 可恶 把他们抓住 大狗 原来楚哥哥最想要的 还是锁林布 我一定要帮楚哥哥 姐姐 我们终于完成了 我看 你看看 这 可怎么办呀 我们总不能一直用法力 源源不断地维持这个石墨吧 看来 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 银水令牌 银水令牌 那不是火琉璃的 没错 我们回大厅商议吧 好 对 再说 会的 这 是 有 解锁银水令牌 不是 应该是 算了 有 未有 帅 有 你 有 人 在 以为 灵溪 我真的是忍不住了 你是不是傻呀 你刚才就应该 把我换出去 然后把灵儿姑娘 换回来 这样我们就不会 被关在这儿了 你就能去救我三姐了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我明知道李主妃 不是什么好东西 怎么可能把你交给她 行了 别想太多了 还是好好计划一下 怎么逃出去 好去找灵儿姑娘吧 灵儿 你知道吗 李楚妃她用圣灵水 控制了你 所以你才会变得 现在这个样子 没错 灵儿 你根本不是 真正爱李楚妃 赶紧放我们两个走 那是我和楚哥哥的事情 不需要你们管 而且 灵儿 你 你这是 你可以走 但是她必须留下来 我 我为什么要留下来 因为楚哥哥想要锁灵布 所以你必须要留下来 帮忙织布 你想什么呢你 我凭什么呀 你楚哥哥想要锁灵布 要我帮我就帮啊 我三姐还等着我去救她呢 是她把我困在这儿的 还锁灵布 楚哥哥心心念念的 都是锁灵布 我一定要帮她拿的 至于这解药 大不了我再去混沌森林 寻一株混沌草 是不是我给你解药 你便留下来帮我织布 这个就是穷奇之毒的解药 你若答应我留下来帮我织布 这药我便可交给你 不可以 好 我答应你 龙儿姑娘 灵溪 你听我说 赶紧拿着这个药 回神医山救我三姐 那你怎么办 我下山来 本来就是为了救我三姐啊 不行 急要的事情 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但我绝对不能 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龙儿 灵溪 听我一次 拿着这个药 赶紧去救我三姐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知道 你会回来救我的 对不对 当然 是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回来 不让你多受委屈 我等你 你放开我 你放心 我既然答应了你 我一定不会实验 楚哥哥 我马上就可以帮你 拿到锁灵布了 气死我了 这神医山到底在哪个方向啊 哪吒 既然主动送上门来了 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这可是龙儿姑娘换来的解药 可恶 站住 你是何人 你是神医山的人 快 带我去见大公主 笑话 你区区人族 居然妄想见我 神医山大公主 是你们大公主 让我下山去找解药的 你看 是吗 那你把解药给我 我是神医军军队的 也行 刚好我跟救四公主 等等 我怎么能确定 你一定会把这个 交到大公主的手上 我 你们在干吗 灵溪 你怎么在这儿 碧岸 回碧岸大人 我见此人可疑 正在盘问她呢 我来处理 你先退下吧 是 给 这是 这个是可以完全解除 从居之毒的药水 你快回神医山 交给大公主 那龙儿公主呢 她怎么没跟你在一块儿 龙儿姑娘她 她 为了换回这个药水 答应给李楚飞治所临簿 什么 你 你怎么能留她自己在那儿呢 原来小龙女被困在山下 真是天助妖族 阿姨我直接去救她 你回去告诉大公主 让她带人过来支援 好 你一路小心 好 好 好 龙儿公主 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也不知道龙儿到底有没有拿到解药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这石墨儿 果然能直接影响到整个神医山 难怪那两个公主 那么紧张 怎么回事啊 怎么打雷啊 怎么打雷啊 就烧啊 不知道啊 大家别慌 不过是打雷而已 别自己吓自己 你们继续巡逻吧 是 是 怎么回事啊 今天不是满意 画天幻境 怎么出现了呢 这 这 这 火龙使者 你来得正好 我得知了一个秘密 一个可以破坏画天幻境的秘密 正好 我也得知了一个消息 一个可以调虎离山 杀虎于山下的消息 我想 我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我们现在立刻回到山上 想办法让白泽下山去救小龙女 到时候便提前离开 在山下布阵 并以火焰为号 把他们全部困住 到时候别说是 银水令牌了 就算是整个神异山 都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好 三公主 大姐 二姐 三妹 大姐 这天怎么好端端地 就打起雷来了 而且 我还频频感到头好晕 晕 大姐 三妹 你病都没好 怎么就起来了 我只是在织晕台整理布皮 可是天空就突然打起了雷 我还觉得头好晕好晕 你快回去休息吧 可是大姐 放心 这里有我和你二姐呢 快回去吧 去吧 去吧 是 大姐 三妹她不会有事吧 她不能有事 不能有事 是 神儿 属下在 神异山 四个角落 各有一根石柱 这四根石柱 直接影响到 神异山的安危 你现在组织人 去神异山四个角落 修缮石墨 切记一定要稳住军心 是 属下告退 大姐 二妹 跟我来 这下好了 楚哥哥一定会很高兴的 可惜这个摄灵水被打破了 要不然 用摄灵水 一定能够轻轻松松地控制那个什么 龙儿姑娘 那位白泽姑娘不会织锁灵布 真是可惜 否则就有两位灵兽为少爷您织布了 摄灵水 楚哥哥 你看 这是 锁灵布 这锁灵布果然名不虚传 李少爷 这下您的产业能更发达了 这还有你说 我们李家 世世代代 寻找灵兽 终于 在我李楚飞这一代找到了 如果 如果 你不认识 以后还有灵兽给我织这个锁灵布 那我们李家的产业 一定会蒸蒸日上 楚哥哥 世丫头 你终于学会织布了 辛苦你了 我看你 就是最美的灵兽 可是 这锁灵布 是龙儿姑娘织的 而且 我也不会织布 还有 我其实不是什么灵兽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游一零二 但是我可以为你治解药啊 什么 你不是灵兽 你居然 你居然 你居然瞒了我 瞒了我 瞒了我 这么久 什么 你不会直锁灵布 魁灵少爷还对你用了那么珍贵的摄灵水 摄灵水 难道灵兽他们说的是真的 楚哥哥 你告诉我 你对我的感情是真的 楚哥哥 你告诉我 他刚才 他刚才只是一时着急骗了我 是不是啊 楚哥哥 楚哥哥跟你说话 放开 楚哥哥 你这个疯了 你还纠缠我们家李少爷干什么 还不快走 好 大勇 原来 你一直想要的 都是锁灵布 是我误会了 李少爷 他跑就跑了 你又何必 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呀 给我滚 给我滚 滚 也不知道三姐怎么样了 龙儿 灵溪 灵溪 你回来了 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 我 你怎么了 我好像 头有点晕 灵溪 灵溪 你醒醒 灵溪 不好 你吃的什么给他 龙儿姑娘 灵溪 她应该是中了混沌森林里的毒 才有些虚弱 我方才给她吃的是我用混沌草 制作的清新丹 专门解混沌森林里的毒 你放心 你放心 她会没事的 灵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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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没事了吧 灵儿 你没事了 我说你这个人真的是 自己还没好利索 还管别人 灵溪 灵溪 龙儿姑娘 对不起 让你们担心了 我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 你 你真的恢复正常了 没想到 我被李楚飞控制了那么久 还惹出了这么多麻烦 真是太对不起了 不用说对不起 是李楚飞那个家伙的错 对啊 我们相信你 可是 别可是了 既然你已经恢复了 那咱们快走吧 那我带你们出去 现在你三姐的解药也有了 灵儿姑娘也恢复了 我们赶紧走吧 李楚飞那个家伙 回头再找她算账 走 水精灵大人 您的寿宴准备好吗 嗯 甚好 那请允许属下 扶您过去用膳 嗯 请 好 来 慢点 来 坐 来 慢点 来 吃什么 你吃什么 海老公 对不起 你吃乒乖 你吃乱 当我慶得 适合自己的 你别睡了 你吃乖了 可是用来祝贺大王的 用在我身上 也不太合适吧 你希望我该怎么祝贺你啊 我也不知道 那 你有什么愿望 你告诉我 我努力帮你实现 那 要不先吃糕点 水精灵 你怎么突然不开心了 是不是我说错什么话了 还是 你不喜欢这个糕点啊 我 水精灵 你怎么哭了 我突然 很想公主 水精灵现在只希望 只希望公主能够平安无事 尽快回到水精灵身边 水精灵 今天是你的生辰 你就开心点 不要哭了好不好 太子殿下 你只知道今天是我的生辰 但你不知道 今天也是公主的寿辰 水精灵 我真的一直都不懂 我真的一直都不懂 为什么你跟龙妹妹是同一天生辰 其实我们两个人 也并不是同一天生日 宫主请 龙儿 父王 大王 为什么大家把这么多好吃的 摆进我的房间呢 今天是龙儿的生辰呢 大王 请问什么是生辰啊 生辰呢就是出生的日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辰 在那天呢 可以接受大家的祝福 那些好吃的东西 就表示对龙儿的祝福 因为龙儿你是东海的公主 所以你收到的祝福特别多 父王 原来生辰这么好啊 大王 那水精灵是不是也有生辰呢 水精灵 你当然也有生辰 不过 你是本王收留来的 所以 本王确实不知道你的生辰 父王 那水精灵就没办法 得到大家的祝福了 公主 没关系的 不行 水精灵 这样好了 我的生辰可以分给你 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过生辰了 不必这样的 公主 父王 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水精灵 只要以后 你一直陪着我的龙儿 每一年 本王都替你们俩一起过生辰 谢谢大王 咱们开始庆祝吧 来 小心 小心 大姐 这是哪里啊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来过 这是神异山禁区 最近天象多变 再加上 平凡有人进入华天幻境 导致华天幻境的防护机制 受到损坏 现在只是神异山受到影响 好 再这样下去 恐怕整个画天幻境 都不行了 所以有些事情 我必须要告诉你了 什么事啊 大姐 明光尽限 炼 收 令 派 来 大姐 这是 这是银水令牌 银水令牌 原来银水令牌一直都在这儿 没错 这 这 大姐 这不是我们的画天幻境吗 嗯 上古时期 三界大战导致生灵涂炭 祖先们为了避开战乱 保存种族 借助上古神卷之力 躲入了画天幻境 并利用女娲补天剩下的大风之石 作为捷径 以为这样 就没有后顾之拥 谁知祸起萧强之内 上古四大凶手中的穷奇 作乱画天幻境境内 无论是灵兽族还是人族 都惨遭涂炭 更加密码 冻灵 更加密码 更加密码 召唤 召唤 祖先麒麟和凤凰只好联手 利用我们灵兽服独有的法力 支出两仪锁灵步 将穷奇镇压 大风之时 竟然也因此令化出精水令牌 和银水令牌 来维系画天幻境的结界 今年累月 金银水令牌修炼得灵 可以离开令牌成为人形 也就是水玲珑和火琉璃 两人是孪生姐妹 有控火和御水的奴隶 却有冲巾 最后安排得了 为了封灵 就能封过得更可爱 这些人是孪生姐妹 帮你冲上去 你冲上去 我冲上去 我冲下去 就能封火 让你封灵 我冲上去 我冲下去 你冲下来 大姐 水玲珑汤现在在东海 还不能回来 而火琉璃又中了穷奇的毒 你说我们的画天幻境 是不是真的就要完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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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